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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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看看啊 1759啊 啊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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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好了 我在哈 嗯 哦 师父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度人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 嗯 就是有的人呢他就是父母小事 他有非常就是悲观的这个人生观 有的人呢就是想过亲生 呃有的人就是过过分的思念亲人 还有的人就是有出家的念头 向请师父开始这是什么果报 一个人如果经常回忆过去啊 啊说明他放不下 佛法界讲就放不下放不下呢 实际上就没有自我解脱 自我没有自我解脱的人就是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人就没有慈悲心 没有慈悲心的人就说明没有开悟 现在讲到最后就是你的这个法性还没打开 你的悟性还没有完全达到开悟的境界 听得懂了吗 嗯 听得懂 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没有想开想穿 他没有把这个世界看成无常之世界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嗯 那个还有一点就是 嗯 师父已经开示一下 弟子在香港法会的时候就是出于生理期嘛 然后当时做义工 嗯 就是说在地上坐着 然后没有见任何的东西之后 嗯 左腿和右腿蒙灭的就是有抽筋的这种现象 嗯 当时身边有一个老阿姨 她就说我妈马上求菩萨求佛法 嗯 念大悲咒 我们三个人一起揉我的左腿 一起念大悲咒 嗯 但是就是想请师父开示 这个是我 不是说自身接到地气呢 还是灵性上身 我告诉你 这是借地气了 嗯 一般的来一般的来讲 像你这种生理期的人阴气特别重 明白了吗 坐在地板上的话 直接坐在地板上容易借地气的 一般的人家呢 坐在地板上的时候呢 有了好几种方法 啊 垫一张东西也好 或者嘴巴里不停的念经再坐下来也好 啊 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呢 你本身自己有生理期 所以你的身体啊 会产生的缺少那个钙质啊 也会抽筋的 明白吧 你看为什么一冷 人就容易抽筋呢 因为接地气啊 地板冷啊 所以你很很容易接地气 很容易抽筋啊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嗯 行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弟子也是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 弟子已经一门精进 好的 修心学佛 弟子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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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您好 喂 您好 喂 喂 喂 都不知道自己打通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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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到 倒计时开始了啊 五、四、三、二、一 喂喂喂 好了 喂 哎 你看 喂 哎你看啊 赶快了 喂 请讲 师父你好 你好请讲 辛苦了感恩关心菩萨感恩师父 你在晚一步不接电话我就挂掉了 不好意思师父 我真正在上面年轻了 没有听到 师父 我先讲一个梦啊 喂 你讲我听见你讲 你听得见吗 我那是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的 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 讲吧 我跟你说师父啊 就像问你这个这个事情 就是我每次哈 怎么就是出去太阳大的时候 那个天上啊 怎么那个很多那个龙啊 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呦 你 你眼睛正在看到的 还是闭着看到的 就是那个眼睛 真的看得到 但是我摆起眼睛 看还是看得清清楚楚 很有两年多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你这是开天眼呀 嗯 不知道怎么的 我也不敢说 开天眼 听不懂啊 开天眼 看嘛 你是战细性的看天眼 你是经常看见 看了两年多了吗 你应该也看得到鬼的呀 嗯 我跟你说嘛 师父啊 鬼我也看 这个不说 但是我出去一般的 都看得到那个 很多那个莲花 天上那个莲花啊 比如说我们出去 度人啊 红发什么事情 到庙上去嘛 嗯 我一去观星普达了 天上那个莲花呀 马上就飘下来 活到那个龙天浮花在一起 我看得清清楚楚 哎呦 这你看年开天眼了 这是肯定的 嗯 别说好吗 不好 我就说 好啊 哎呀 我就问你呀 你一般看得就天上的 你也应该看得像地下的 嗯 我跟你说吧 地下我也看得到 但是看得很少 很少 主要是这个龙天浮花 我每次出去红发呀 走在哪里 那个龙天浮花 全部都在天上啊 对 还是每次都很顺利 对对对 我再三跟你们讲呢 龙天浮花 它就在我们身边 只是我们看不见 你看给你看见了吧 师父平时跟你们说龙天浮花 很多人看不见 就像医生说一样的 哎呀 有空气的 你又不相信 空气又看不见 你把门关起来 你在里边待上五个小时 你空气就稀薄了 听得懂了吗 就是每次 就是看嘛 师父啊 每次那个龙天浮花 很粗很粗一根根的 那个龙虚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嘛 对对对 我就说 哎 还就是师父 我跟你分享一个梦啊 嗯 我梦见 你两次的发生 找我家里来了 嗯 你累得不得了啊 我 我知道了 我刚才两次 嗯 两次你到我 到我家里啊 嗯 住在我家里啊 嗯 你瞎闯啊 我都要服装你 嗯 哎呀 我像全世界的 我又说 我们的师父很辛苦啊 很辛苦 对啊 很累啊 师父真的是很辛苦 师父 因为我是 我是跟你们说心里话 我没有自己啊 只有众生的 你们 你们呢 也讲老实话 有时候 哎呀 把自己讲的 哎呀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先把你们师父学学好吧 真的 真的 师父啊 我一定想去学习 嗯 所以以后我给弟弟子 真的 你们一定要 不要给师父丢脸 真的 一定要给观世音菩萨争气 给我们的佛陀争光 真的 好的 你是好孩子 你知道师父跟你的缘分 你能够看到一点不稀奇 师父开慧眼 你开天眼 很正常 听得懂了吗 嗯 听得懂啊 师父啊 开慧眼的人就会有法声啊 明白了吗 嗯 师父啊 我没 我基本上每个月 都要蒙见你几次的法声啊 嗯 我没 说蒙着你很辛苦啊 你放心好了 你放心好了 你 你在人间会活得很长的 师父你要记住 我就 我就今天对你这个问题讲一讲吧 你做梦见一次 你就会延寿一次 好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父啊 我还做了一个梦啊 啊 讲吧 我跟你的我们城都这边 过来了 听到我们这边的 嗯 当官长 很大的官在一起啊 开法会啊 嗯 我梦见你 跟他在一起吃那个素饭啊 嗯 哎呦 我的师父啊 好担心哦 哈哈 我记得清清楚楚啊 这边那个 成都这边当官的 嗯 好精备好精备你啊 给你清查货啊 哈哈 哎 嗯 整个会开完以后啊 嗯 我追到山边的大山啊 看过去 嗯 那个兜战神福啊 嗯 等悟空啊 嗯 马上闪闪发光啊 在山顶上 嗯 我就叫他们拿着刀相机过来 我说我撇一下 撇不到啊 嗯 拿过来就没有了 哈哈 懒了两次在那个山顶上 嗯 这个老 老妈妈你要记住啊 老妈妈你要记住 从 从现在开始 师父正式关照你 就是说你 你比方说有一些重要的 信息给你 你自己要当心 或者有时候要提醒别人 因为菩萨已经 你刚刚在讲的时候 我给你已经看了一下了 就是说已经有菩萨 不停的在给你 一些呃 暗示了 很多事情都会告诉你的 但是不要乱讲 听得懂吗 对 啊 有些某个都不会摆 我这妹妹在家里修啊 对 你好好修 嗯 我准毕业 反正说我一天打个图腾电话 七月之后 我也跟你说全心全意跟着你 嗯 好声洪扬不发 很好听话 看待上下完了 现在 没有什么挂赖了 对了 对了 好好的修啊 我一定要跟你们修啊 好好的念经啊 我有什么不对的 你经常发生在个梦中 要给我指点啊 我要改正啊 我经常会在梦中给你指点的 你放心好了 好吗 还有就是 嗯 知道了 师父啊 哎呀 师父啊 你太辛苦了 就是这一点了 每次梦到你都 你记住了 你背那个样子 我背得心酸呢 你记住了 我就不愿意讲给你们 我写写稿子 写写稿子 就拿着笔 拿着纸 就这么睡着了 醒过来再写 写了一会儿又睡着了 就这样的 是真话 都是真话 所以 所以你要记住啊 救人当然是辛苦 所以希望你们要学菩萨呀 你看菩萨从 观世音菩萨 佛陀啊 从天上下来 隆天呼把下来 他们都有点辛苦的 不是说 像是说下来就下来 也有一点时间的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嗯 师父啊 你不要太累了 你要把交税够啊 真的啊 好的 每次多梦 每次我每次梦当你 都疲惫的不得了 你知道吧 我们做第一次的 很心酸的 看上去这个样子 也心酸的不得了 心酸啊 那我尽量多休息 你听我们一次话嘛 你听我们一次嘛 你看我们这些弟子 全部看到你 我每次做梦都看到你 很累很累啊 你知道吧 我每次做梦过后 都要苦很久很久 妈妈 你不要苦了啊 你跟着师父一起 红把度人 我最开心 师父会注意身体的 你放心好了 我会注意自己的肉身的 好吗 还有就是师父 怎么看嘛 我每次睡觉起来 每周都有一两次 怎么观世音菩萨妈妈 就在我身边 她穿的什么衣服 就说我们东方台 这个像这个衣服 我手摸都摸得到 怎么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摸到 观世音菩萨的衣服 是吧 她每次我一觉醒来以后 观世音菩萨妈妈 就在我的床边 我说观世音菩萨妈妈 你这个衣服怎么怎么 说和我们东方台 这个像上面的衣服 一模一样啊 她穿我们东方台的 红的衣服啊 菩萨 对对对 就这个书像那个衣服嘛 她在梦中 我摸到她的衣服 和我们这个书像的衣服 一模一样啊 就是什么感觉 我都摸得到啊 就是红色的是吧 红色的衣服啊 对对对 对就像个红色的 观世音菩萨 好玩啊 可爱的不得了 嗯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你记住 你记住 这个你就不要知道原因了 师父知道 哎好 好吗 好 菩萨可爱的 好 那自己多保重 老两口啊 哦 你要保重啊 好 我们教那个 那个我们教同学 给你问一个问题啊 师父 好 好 稍等 师父你好 你好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你看 麻烦师父让我剪一个梦啊 你看你 你看你 你是他先生啊 对对对 你看他 他不叫你老公 他叫你重修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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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当时 会开设嘛 这个父亲之间 也只能知道 叫师兄吧 不能叫老婆老公 哈哈哈哈 可以 可以叫老公了 哈哈 讲吧 讲吧 哈哈哈哈 那个我做了一个梦哈 这个梦的那个好像有 就是说 做梦梦的梦里面好像就是说跟师父一起好像是去一个地方去奉法 从反而好像走到一个山村里面 嗯 从这个山村里面呢 好像山村里面有很多的那些什么虫啊之类的东西 嗯 然后就是说那个师父叫他们就是说要去把那些虫去清理一下 嗯 清理一下 然后我就是说我也一起去 嗯 然后师父你就跟我讲 你说你不去 你说你你不用这些让师兄们他们去清理 嗯 你回去休息 你叫我回去休息 嗯 然后我就走 往回走 走好像是走到一个山上 嗯 山上还看到一个鱼塘里面了 很多很多又很淡的那些鱼啊 在在就是这里面在跳 嗯 我看到很高兴 然后旁边呢有什么有那个干嘴 就是干那个那个 吃的那个干嘴干嘴啊 干嘴怎么讲 啊干嘴 还有那个橘子 嗯 还有那个橘子 然后我就想摘 然后一摘我就想 这个我说我们是不服的 这个不能摘 然后我就没有摘往下面走 然后走到下面就梦到那个师母了 然后师母就说 他说你回来了 我说是 我说师那个师父叫我回来休息 然后梦就醒了 哈哈 挺好的 嗯 这个就是你看见水果啊 这些都是修出果出来了 修出果味了 嗯 非常好 嗯 谢谢谢谢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然后还有一个梦啊 还有一个梦啊 就是说是那个 我做梦好梦的就是说 好像就是人到那个天上去了一样 好像到天上去了 然后看到两边呢 很多的菩萨 嗯 然后我就中间走 两边的菩萨就活死了 就活死了 然后我就往前面走 然后我就问那个 但是是哪个菩萨 我 我不太认识 他都带我往前走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个观世音菩萨妈妈在哪里 他说你跟我走 他说一会儿 就说一会儿 等一会儿就会到了嘛 嗯 然后我一直往前面走 一直往前面走 然后就听这个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声音 然后梦就醒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呦 那那你你你你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叫我帮你看下图腾吧 我就 我看到你是哪一届的菩萨了 你如果两边的 两位的菩萨 两边的菩萨都跟你核实 我告诉你 嗯 再加上你 你呢 你的太太的师父经常来 你们两个不得了 我告诉你们两个要好好修了 一定是下来 下来叫你们救人的 你们一定要好好救人啊 嗯 嗯 一定是菩萨了 至少是菩萨了 嗯 好吗 感谢我最后要绑住身体啊 所以为什么当年观世音菩萨跟我说 要叫我把很多菩萨带回去 我过去还不懂 现在你们看看嘛 你们都是那些菩萨小菩萨 所以你们要是迷惑不学佛的话 你们就会在人间把福报想尽了 你们就回不了天了 明白吗 有 有 我记得就是以前一次没有解释到我们这个福报的时候 就是也是整天在外面吃喝玩楼 对啊 然后解释这个福报之后 现在改变很多了 身体也好了 对了 什么都好了 现在知道了吗 哈哈哈哈 好 那就这样 感谢我感谢我 这部估计身体啊 好 再见 再见 好 感谢 好 谢谢 好 喂 你好 我打退了 喂 师傅 你好 感恩关心菩萨 感恩师傅 嗯 师傅有几个问题一下 请师傅 开始 嗯 就是在念网声咒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很累很累 想睡觉 这是什么原因呢 师傅 网声咒们是给人家超度的 嗯 明白吗 是超度的 嗯 嗯 超度的话是 一般的超度别人的话 你都要用一种气场的 就是要用自己一点 自己一点气场 所以人会感觉比较累一点 一个那个心经和大悲动呢 是你从菩萨那里吸取能量 嗯 网声咒呢 你是给人家超度 你说你说哪个会更累一点 对不对 嗯 好 明白了 师傅 嗯 师傅 嗯 那就是我们平时 呃 晚上做梦 有时候呃 比如说前半部分 就是觉得 有时候梦很不好 但是后面呢 又又 梦又会很好 是什么原因啊 师傅 很简单 一个人生就是这样的 有好有坏的呀 啊 坏的地方就是代表你应该注意的 你的结 好的地方 说明你能够化掉这些结 或者你会有好的果报出来 因为你修心嘛 嗯 所以 饿的地方出来 在报纸 在在那个 在你的梦里的话 也就是说你应该还的债 应该有献报的东西 但是如果有好梦的话 就说明你通过修心念经 嗯 它照样给你 你不要把鼻子对着花虫好吧 啊 对不起 师傅 现在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嗯 感恩师傅 嗯 嗯 那就是 嗯 要不要问呢 师傅稍等一下 我帮同修问一个梦境 就是有一个女同修 梦里出现两个人物 一个是他看到一位 现在正在清修的女法师 耳垂大到与肩膀平齐 但是法师比较轻瘦 同时他看到现实中 正在过关节的一个女同修 耳朵也非常的大 但是还没垂到肩膀 但是看到她的手 是呈现五个紫色花瓣形状 做梦的同修 惊奇的摸梦中女同修的花瓣手 他感觉女同修的手软软肉肉的 梦完之后 用做梦的女同修手 做梦的女同修手上 也有了两个紫色的花瓣 请师傅慈悲解梦 呃 第一梦中女法师矮垂到肩膀 一般是修到什么阶段了 第二梦中那 啊 菩萨 菩萨阶段啊 嗯 感恩师傅 呃第二就是梦中那位女同修的手指变成紫色的花瓣是什么意思 这她要当心 身体不是太好 但是呢 哦 但是呢她的身体已经很干净了 哦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好了 嗯 问好了 啊 还有一个师傅 呃 也是梦境 呃 就是呃 同修的梦 梦里我和师兄是释迦摩尼佛的弟子和师兄坐着会飞的车 在马路上 看到白发老爷爷 感觉是南京菩萨 我和南京菩萨说了声好 就把这事告诉了师兄 师兄就说我胆子太大了 看到菩萨本尊还敢这样说话 师傅说看到菩萨要恭敬 不能这样没礼貌 然后梦境转换了一个场地 我和师兄在南京菩萨的道场 看见有好多弟子像在打坐一样 就问了菩萨 南京菩萨说 他的众弟子们像是在闭关冲关这样 出关果位就更高了 然后菩萨就叹了口气 说 大意了 以为弟子能顺利 没想到已经有几个弟子 因为一下子业障大爆发 就类似于往生一样 我就问菩萨 那些弟子都已经正得果位了 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南京菩萨就说 没办法 有些弟子业障大爆发 本人以为可以顺利的 但是没想到 这个发生了 接着就说 做师傅的还是要帮弟子杯业 要不然有些还是不容易上去 然后就醒了 请师傅解梦 这个就是 很多人的修是现实在修 但是呢他没有削 听得懂吗 他过去的业障没削完 他现在修得挺好 明白吗 我举个简单的意思 就是相当于 相当于一个人 旧病不发了 一直不发 但是呢 他的肝一直不好 那么等到他 现在他天天锻炼身体啊 搞体育啊 打篮球啊 踢足球啊 都很好 好像很快就成为一个游泳健将了 突然之间肝病复发 现在明白了吗 就这样 明白了 师傅 感恩师傅 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师傅有同修问 游性皮肤和游性头发 是跟前世的业障有关系吗 他是中了什么样的因 导致了今生是游性头发 游性皮肤呢 这跟遗传有关系的 跟遗传 你就看一个就知道了 比方说爸爸妈妈脱发早的 孩子也会脱发早 这个就跟血液有关系 油性 头发油性皮肤 应该跟那个液胀没有 太大的联系 没有太大联系 就是你 比方说你这个人 如果脂肪肝了 或者你平时吃的东西特别油啊 你的皮肤当然会 也会呈现油性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 你吃什么味道 你汗液里面 汗液里面就会出现什么味道 你整天吃咖喱 你不是身上都是咖喱味啊 对不对啊 你整天吃大蒜 对不对啊 现在有很多人 在不休心的跟台长见面 在就是传媒界的朋友 在我 我夸张一点 五米的时候 我已经闻到他臭味了 明白了吗 嗯 嗯 好了 好了 感恩师傅 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判断个人的悟性高低 悟性高的人特征是什么呢 师傅 悟性高的人特征 是什么 什么事情看在眼里 嗯 不忘 不忘心里去 嗯 知道了 了解一下 啊 不去参与 任何的争斗 啊 啊 这个争辩 嗯 然后呢 把这个世界看成无常的 这种人 你说悟性高不高 讲了 讲了好听一点 就是根本不跟人家吵的 不跟人家争的 因为他已经摆脱 人间的烦恼了 嗯 哦 明白了 师傅 嗯 感恩师傅 嗯 就是师傅 同修问 师傅曾经开示过 不要多求 求的越多 当你的功德不够 你的愿力不够 你的福德不够 那么反射回来的是业障 会造成你学佛的障碍 请问师傅 每天上乡 同学为自己与孩子求 今生只为自度度他 弘法立生 这样说有功德吗 有啊 同学问是不是 福德要求少 有功德的要 要多求呢 嗯 是这样的啊 有 不管你有什么德 这个人的 得道德的品质 品行最重要 嗯 你可以求 只要是在德上的 你都可以求 对不对啊 求什么 求自己精进啊 求爸爸妈妈好 难道这些不是属于正能量吗 嗯 对不对啊 要看的 你求什么的 求发财 啊 中六合财 这种都不是正的嘛 对不对啊 嗯 是的 求自己 我要 我一定要娶到这个老婆 娶到这个老公 嫁给这个老公 那这些都是非正能量的 那这些东西就是耗你的 耗你的这个功德了 哦 听得懂了吧 听懂吧 听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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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感谢师傅 就是 同修的性格乐观 与师兄们相处融洽 但是就是看不惯某一个师兄 这是上世的冤结呢 还是同修自己心中的业障呢 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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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都有可能 那除了念姐姐咒 还怎么样化解比较好呢 师傅 少接触呀 缘分不够的时候 少接触呀 不要看的人 你就少看呀 哦 就像我现在一样 你们有些弟子不好好修 我不要看 就少到我 少在我眼前出现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师傅 好了 我们会好好修的 师傅 一定要好好修的 明白吗 好 感谢师傅 还有一个 就是也是同修的梦境 就是六月份的时候 这位同修做了一个 法系的梦 但其中有个情节 他很好奇 想了解 就是梦里对面一位 穿西装的男士 醒了以后 直觉他告诉她是师傅 盘腿坐在地上 很开心 他的前面左右 各放了一个水果蛋糕 右边的蛋糕 水果颜色叫淡 左边的叫新鲜 然后他和其他人也很开心 大家都跑到新鲜蛋糕前面 盘腿而坐 他就选择坐在中间 然后看着另外一个蛋糕 那边没半个人 那位男士还是很开心 然后他就醒了 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这个含义 糕点都是好事情 都是好事情 好事情大家分享 就是这么简单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好了 还要问呢 好了 那下次再问吧师傅 好的 那等一下师傅 对不起 什么事情 就是哪个 这个吗 就是 那个也是佛友的问题 就是因为有遇到佛友来时 观世音菩萨的大杯水不够喝 为了想给佛友多喝一点菩萨的大杯水 有师兄发心想结缘大的大杯水共杯 一 但由于观音堂的佛台小 不能全部换成大的共杯 可否只换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共杯 要换尽量换 什么叫可以换不换 你放在那里 能放上去就能换 懒呢 懒得臭小子 哦 好吧 嗯 那就是 可否用全白的共杯 因为佛台上全是黄色系列的 而且没看到 没关系 可以啊 可以的 可以的 哦 好的 好的 嗯 那这位师兄的发心 就是并没有得到很多同修的认同 说他心想做实 是否算是执着了 如果一个人有发心 但是没做到 并不代表他 并不代表他执着 明白吗 要看他执着是什么 执着就是说 要看着正能量的和负能量的 负能量的叫执着 正能量的叫精进 这还不懂啊 哦 明白 嗯 好 感恩师父 嗯 就是 嗯 同修想问 无念是不是就是第六意识分别心没有了 连爱赖意识的妄想心也没有了 师父 应该无念的话 就是叫你们能够保持自己清静 俱静 那么应该是到很深层的修行境界了 很高的了 很高的深层境界的话呢 你就会无念 啊 什么念头来了都无念了 念念无念就 明白了吗 嗯 嗯 所以 所以这个是应该超过 超 在阿赖意识和地球意识的当中了 已经 嗯 哦 那师父怎么样做到彻底无念呢 达到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的境界 到菩萨界了 你就彻底无念了 哈哈 你现在还在人道 你怎么可能做到彻底无念呢 哈哈 嗯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师父 嗯 嗯 师父 是不是经常说妄语的人念头就会特别多啊 对啊 对啊 你想看他 整天说妄语 他念头就特别多 明白了吗 嗯 嗯 哦 明白了 师父 嗯 好 感恩师父 师父保重身体啊 好 好 我问你问完了 感恩师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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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好 哎 你好 师父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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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就想请问师父一个问题哈 好 一个人的前世啊 如果带来很重的业障 但是今世呢又很努力修行提高境界 这种情况是不是有可能呢 他呃 有这种可能就是他的思想境界提高了修为方面也注意改呃呃呃自己自身很多毛病 但是由于前四业障很重 而最终还是修不出六道 无法一事修成了 如果你拼命改们 你修的修 把这些业障修掉 你这样可以超超六道 问题你就是说 没有好好努力 你所以才会讲这些话 如果一个人说 我有信心要一定要一事修成 他拼命的努力 他真的能成功的呀 但是只是这个成功的概率 比较小一点 因为他过去的业障重 概率就小 听得懂吗 因为比如 消业障很大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念小房子 比如假如这个人的业障很重 他要念那个小房子 那个数量多的 几乎是一事都没办法完成的 这种情况 但是他又很努力的 这样去做 像这种情况 有没有可能 就是修不过来呢 很难 其实当他给你 比方说开出十万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这辈子是玩不成的 玩不成没有两种 你玩不成的话 我举个简单例子 比方说这个人上辈子有 有修行的 他有很多福德 他这辈子很有钱了 对不对啊 他买大量的鱼放生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做大量的好事 帮助别人 那些佛友帮他念小房子呢 他有不有可能 可以把这几万张小房子念掉 他是用他的福德 来转换他的功德 照样可以 现在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就是多种渠道 对了 那好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有童修就想问 他的宝宝出生的时候呢 完全没有哭的 一般就是说小孩子刚刚出生的一刻 就会哭的 但是呢 他说他的宝宝就是特别的奇怪 完完全全不哭的 他就想问一下 在玄学方面 这有没有一种什么特别的说法吗 其全学上有一种说法 如果从全学上来讲 他这个孩子不哭的话 这孩子会承受 以后大体会承受很多的苦 全部承受在里边了 没有发出来 一到这个世界 带着惊恐 带着恐惧 带着前世的烙印 首先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 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第一个就是哭 听得懂吗 但是他如果不哭 他把惊恐 把恐惧 他把一些苦难 前世的烙印 全部放在里边了 这是从玄学上来讲 如果在医学上来讲 因为孩子不哭 那就是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 他的声线 就是喉咙啊 声线 没有发育健全 就是这样 哦 那就是 如果是从玄学上这么来说 他这孩子以后会非常艰苦 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就是念经是吧 你自己都知道 还问我啊 什么补救方法 你说什么补救方法 这么好的经文都告诉你们的 许愿念经 放声你还要什么补救啊 想给我听啊 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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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傅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想请师傅姐梦哈 有同修问到 梦到他的一个朋友 跟他一 跟他这个朋友一起 住房 一起住房子的那个房东搬走 他朋友的那个房东呢 搬走的时候呢 是 把所有的房东自己 所有的家具 全部都留给了 这个 他的这个朋友 他那个朋友呢 就 接下来他这些家具 完了之后呢 这个朋友就变成了 他现在所租的那套房子的 那个房东 而且呢 又新招了 另一位 一位租客 跟他一起分租房子 现实中呢 同修的这位朋友呢 也确实是在租房子 而且呢 他这位朋友 是正在找工作 就是想 请师傅解一下梦 你这个人 思维不清啊 一个一个梦 被你讲得了 稀里糊涂的 对不起师傅 就是 一个 就是一个同修 你看还没讲话之前 就是这个 对不起 好好讲 人的思路不清 脑子就不清 听不懂啊 他有朋友呢 梦到他的房东搬走了 并且帮 将房东的所有的家具 全部都留给了他的朋友 自己不带走 所以呢 他的朋友呢 就变成了新的房东 并且招了新的一位租客 跟他一起分租房子 现实中呢 他的这位朋友呢 确实是在租房子 而且呢 同时还在找工作 什么意思啊 这还不好啊 有运气啊 哦 有运气 好了 哦 好的 可能是 另外 请师傅 解一个梦 就是同修梦到呢 他的一个食指 穿了一个洞 那时候有人就替他包扎了 他完全没有感觉到疼痛 就是 什么叫穿那个食指啊 我听不懂 食指 手指啊 手指中的那个食指 干嘛呢 穿了一个洞 啊 完了之后呢 有人呢 在梦里呢 就有人替他包扎好了 嗯 他完全没有感觉 有疼痛 任何疼痛的感觉 嗯 啊 就这样一个梦 请师傅解一梦 会有些烦恼 嗯 直接的烦恼 嗯 哦 有些直接的烦恼 是吧 然后呢 呃 不是当面的 是背后的 被人家弄的 嗯 哦 明白了 嗯 啊 好的 呃 就是 呃 另外的就是请师傅 呃 帮忙看一下啊 我在修心修行的方面 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吗 今天不看图腾的 但是我跟你讲 呃 你的气场 你这个人还是蛮老实的 就是脑子不好 过去上当受骗 嗯 对 我告诉你 你要记住 你不贪 你就不会上当受骗 你就是贪了 听得懂了吗 明白 好好改毛病了 好的 一定改 其他没什么 好好念 看白台上的白话佛法 会对你帮助很大 嗯 好的好的 再见了 好的 感恩师傅啊 嗯 再见 再见 感恩师傅 师傅保障身体 嗯 再见 喂 你好 你好 师傅你好 啊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第一次给您请安 啊 谢谢 嗯 今天有几个问题 请教师傅 嗯 嗯 首先第一个是 呃 前阵子弟子梦见 同修组织放生 在大家放生的都是小鱼 那梦里她说鱼小了 不够抱 嗯 抱的数量 还要再加一些 这是不是说明 她组织放生定的鱼小了 导致一条不能算一条的功德了 师傅 应该有一些关系吧 嗯 嗯 因为之前她组织过 我也参加过的 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梦 嗯 嗯 那如果在组织定鱼过程中 鱼定小了 来参加的同修 抱的又是实际的同修 这曲织中缺失的功德 是不是让组织者 卑业了 肯定了 嗯 他把钱给你 叫你帮他买鱼放生 对不对啊 嗯 你你你你钉的鱼 出来都是这么小条的 你说组织者 怎么会不卑业啊 嗯 嗯 那如果这个卑业的话 那同修应该怎么去弥补 他之前 因为组织放生 呃就是鱼定小了给大家 造成这个功德不足 而产生的业障呢 很简单 替人家放 嗯 替人家放 嗯 啊 自己 而且绝对不能练财 嗯 好安 好的好的 师傅您以前也开始过 说那个放生的鱼 要比手掌大 才能算一条 但是呢 每个人的手掌大小 也差别很大 请师傅开始一下 你一般的是 你比多少数量 多少重量 才能算 才能算一条呢 因为师傅也之前 看图层 数量很难讲 你就像 你就像一个人一样的 你胖的人 算两个人的 还是瘦的人 算一个人的 你不能这么算的 就一个人 就一个人的 对不对啊 就是大小 就是说 都算一条面 对啊 因为很多 嗯 只是说 人家托你的时候 说是大鱼 你给它买小鱼 那就有问题了 嗯 对不对啊 哦 是这样的 嗯 你要小鱼 小鱼 人也是 小人就不算人呐 算了 算了 弟子 感恩师傅 嗯 弟子也跟师傅 探访一下 跟官司 应不发 护法人 探访一下 弟子 因为贪吃便宜嘛 周一早上和一个同修 就放了几百条 与老板送到水边 那种小鲫鱼 比巴掌大一点点 当时是为自己和家人 放的吧 放好回来 就读了一篇白话 方法就困得不行 就睡觉了 躺下没多久 就梦见自己打击去地铁了 地铁站了 然后梦里自己感觉非常的困 也累 然后连去哪里都没法告诉 车车司机 后面昏睡了很久 终于在醒 我知道自己放生功德 不足悲异了 那个跟我一起放生的同修呢 也是自己悲异了 他也昏睡了接近两天 因为这些小鱼 是鱼老板从鱼堂直接拉过来 卖给放生的同修 不是刀下鱼 下下鱼很小 我们抱给托尔的条 实际上是功德不够的 所以我们只能用肉体来承受 是不是师傅 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 是的 我这里也诚心的忏悔 我错了 不该探头小便宜 放生小鱼 导致这个功德不足 一般的鱼呢 一般的鱼呢 就是多大呢 讲一个不大尺寸会变的吧 比方说 像你至少要像一个 像一个那个 那个过去那个 这个 那个CD啊 CD那个碟片的 一半打 对 碟片的一半打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我们知道了 以后记住了 还有就是师傅 就是有一个同修 他一直为师傅放生甲鱼嘛 他不知道哪个地方放生比较好 他听师傅慈悲点话一下 像太湖 天岛湖 还有太平湖 哪一个地方放生甲鱼比较好 因为甲鱼和其他的鱼不太一样 它是靠肺呼吸的 放在一般的那个江河里 很容易死的 他想请师傅开始一下 去问去问问人家吧 网上查得到的 网上查得到 好吧 好的 好 感恩师傅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 有些同修 之前因为不懂 赚取了一些不义财 现在想还也还不回去了 他们想问师傅 是否可以拿出来相应的钱财 去做功德 比如 祝愿同修去参加法会 帮同修舍伯台 这样的话 对祝愿的同修 会不会因此而悲异 不会 他只要拿出来做功德 没事了 好的 就拿出成等比例的钱来做 你心里自己会舒服的 好的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一个同修 念经的时候打瞌睡 梦见自己搭乘同修的车 去法会现场 一进会场 就看到好多人都在念诵经文 但仔细一听 不是他们 不是平时念的经文 是什么什么土地公共 什么什么土地公共 这分同修十分惊讶就醒了 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呀 这就是 他看到的那批人 有些人就走偏了 哦这样的呀 好的好的 念的经文不是我们的经文的意思 我拿个照片 嗯 他是念咒语 念咒语 嗯 对的 对的 嗯 好 第五个问题 师傅有个同修 他心脏不好 现在北京住院 等待做心脏移植手术 七月份的时候呢 有同修也帮他问过师傅了 师傅说他可能需要手术 他当时呢 就为此次取了一间一三张小房子 放送了一万条鱼 现在呢 也送了血房子四百六十张 放送了六千条鱼 那个鱼 还有甲鱼 现在感觉很好了 然后心脏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 只有一个摄血的指数比较偏低 他想问师傅 他还要不要做这个移植手术 因为做移植手术很麻烦 一是等不到合适的心脏 二是要怕有排斥反应 如果完全正常 做什么手术啊 指标全部正常了 你再去再去做 不是神经啊 一个指标们再养一养就好了嘛 你要知道 心脏这种地方 不是脚上啊 随便开个刀啊 这个很危险的 你这个第一个危险 第二个这个医生有多大把握啊 有几个好医生能够开心脏的 开玩笑 嗯 对的 嗯 好 感谢师傅 还有一个就是在 第六个问题是在这次 吉隆坡法会上 有一个义工做错事情了 然后护法师呢 就上到另外一个义工身上 严厉批评了这个 犯错误的义工 就让他念 礼佛探悔 那个被护法师上身的义工呢 好像换了个一个人 声音非常庄严 脚情严肃 呃 后来护法师走了 那个义工就恢复正常了 但是他后来感觉透不过气 浑身发冷 好半天才缓过来 那他请问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呢 任何 上身 都会造成他本身身体的虚 亏 哦 这正常 正常了 正常了 嗯 嗯 嗯 他想问师傅 因为他平时感应也比较强 这是他第一次被护法师上身 他经常一念里会 可以感应到菩萨或者灵性 像他这种情况 他应该注意什么呢 不要去感应了 再感应以后越来越多了 护法师来 鬼也来了 你就麻烦了 嗯 赶快停掉 叫他不要再去想了 有这种天眼功能 都不要去想 你有本事 你像师傅样慧眼 那就不一样了 对 师傅讲慧眼 咋眼 让我们真的 打开眼界 对啊 明白了吗 嗯 所以过去 我不跟你们讲这些 嗯 你们要说什么眼 就什么眼 我才不管你们 现在你们 稍微学得深一点了 我才讲给你们 对对 天眼 什么那个 法眼 慧眼 佛眼 我们真的是 不知道 一切都不懂 一切 嗯 嗯 时候跟您分享一下 再次那个 从基隆堂法会来 有个成修 他们就是经历一件事情 非常的惊险 但是多亏福他保佑 一个成修呢 他一家三口去三家 都去基隆堂法会 28号凌晨呢 2点10分的飞机回上海 他们准时坐上飞机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突然飞机滑行几十米之后 又停下来了 然后陈务员就告诉他们 航班取消了 原因是因为机舱的玻璃 突然爆裂了 然后同修一家三口 还有同一个航班的 几十个佛友 都特别感恩普伐 感恩师傅 他们想若是没有发现 这个这个问题 后果是多么不堪设想呀 嗯 师傅之前也开师傅 说不管你多累 坐上飞机一定要念大微咒 心经 同修自从 踏上飞机 又一直念大微咒 念观世音普伐 后来他们飞机延误了 二十多个小时 航空公司 和他们安排了住宿 每个人赔了一千二百块钱 特别感恩 他们就特别感恩 师傅感官 声音普伐 这种事情 真的是太危险了 上去之后 再出事就麻烦了 是的 还有几分钟 马上就要起飞了 突然发现 玻璃暴力了 已经开始在跑道上了 突然间停下来 爆裂 这不是菩萨保佑 上去再晚几分钟 飞上去再爆裂 你就炸下来了 就麻烦了 是的呀 是的呀 嗯 正好在关上呀 就是帮他们打了个大灾 有可能是工业吧 嗯 还有一个事情 要跟师傅分享一下 这次法会回来 同修梦见 菩萨 观声音菩萨 画作一个同修的样子 帮我消除了 左肩膀的业障 因为我左肩膀一直不好 一直痛 拍不起胳膊 然后观声音菩萨 就是用一个小体质 帮我肩膀上一个肉瘤 给取下来 肉质取下来了 还那个出了很多浓血 最后观声音菩萨 用那个 就像曼陀罗花 那个叶子一样 给我贴在这个墙口处 最常感恩观声音菩萨 嗯 真的是 没有就为自己求什么 菩萨都知道了 特别刚刚我解释了个病痛 感恩观声音菩萨 感恩师傅 嗯 好好努力 明白了吗 嗯 心中努力 还有一个问题 嗯 好 师傅您说 没什么说的 我结束了 嗯 还有两个问题 我再继续问一下 你说就是最近 我们就半年了吧 我念经 尤其是念小松的时候 嘴巴都没有味道 它有一种色色的感觉 请问师傅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什么感觉 没听懂 就是色色的感觉 嘴巴里没有味道 嗯 缺少精养 人家说三点水 一个天津的精养 嗯 精液 精液 我知道 精液 嗯 涂抹呀 是因为气不足 是因为气不足 肺气不足 心脏无力 都会这样 嗯 哦哦哦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我应该怎么那个 补充一下 多念大悲咒 哦 好的好的 好啊 快点 快点 还有一个就是 哦 重修助理的时候 容易受对方气场影响 所以很容易跟着 对方的情绪走 碰到别人很可怜 很痛苦 自己就会内心痛苦无比 会选择一段时间 受这种气场的干扰 请问师傅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怎么 最近当中 应该怎么来应对呢 首先少接触 少出去 少看 好好修 嗯 用自己的智慧 不要到 不要到外面去 接触太多气场不好的人 嗯 好了 现有的功课啊 现有的事情先做好 嗯 好了 好的好的 这做一个生活容易受气场 受对方的气场影响 做别的情绪的时候 容易受影响 嗯 对 就是这样 嗯 嗯 好的好的 嗯 感恩师傅 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 再见 您辛苦了 再见 感恩关系 你大感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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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呃 喂 师傅 你好 地址给您请了 您辛苦了 嗯 谢谢 呃 请师傅慈悲 帮师兄们解四个梦 第一个梦是 呃 梦到东方台的一位师兄说 呃 师傅晚上要在跑马医院503房间开室 然后师兄们呃就早早的等在那里等师傅来呃 呃那个房间类似于病房但是床非常的大呃 师兄A跟师兄B呃一直在等师傅师傅一时半会儿没有来 所以这两位师兄就在床上睡着了 师兄B醒来之后 对师兄A说 不行 睡得头疼 不能在这里休息了 师兄A回应道 是的 我也觉得 师兄B又说 我闻到你奶奶火化的味道了 师兄A说 我怎么没闻到 现实生活中师兄A的奶奶912号刚刚往生 呃 请师傅开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刚刚往生啊 嗯 对912号刚刚走 他梦是他奶奶干嘛 他是另外一位师兄说 我闻到你奶奶火化的味道了 嗯 火化为什么偷人呀 哦 偷人了是吗 嗯 912号走的呢 现在应该还没有出七七 那现在在送小房子 有可能再把它抄到更好的地方吗 有可能的 有可能 哦 那请问师傅抄多少张合适啊 看情况吧 160啊 嗯 160张 好的感恩师傅 那这160张呃 就在您开始的这个 因为您在那个呃 入门手册里面说 头七49 然后二七到六七 每个七可以七张 每七在49 那这160张是算在这里面 还是另外的 一样 呃 算在里面一起烧都可以的 嗯 哦 算在里面的 好的 感恩师傅 嗯 第二个梦是 师兄梦到师傅站在水边 站在一片月光里 与大家在一起 师傅对大家说 有没有看到水中的白色的光 师兄们大概都能看到 师傅就把光剪了下来 但是师兄不确定 是不是师傅连着自己的影子 跟光一起剪下来了 呃 然后不知怎么着 这团光忽然就飘走了 然后师傅好像突然会到水上飞的功夫 然后在水上飘飘的几下快走 然后就在水面上追赶到了这束光 又把光剪了回来 一年当中师傅好像开始说 这个白色的光是菩萨 呃 请师傅开始一下这梦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像这种梦实际上 就是说在我们周围当中 有一个人是菩萨成愿在来的 可能要 可能要走了 而且是晚上走 师傅把他条命捡回来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知道自己是过去是菩萨的话 你们如果不出来救人 那就goodbye了 再见了 哦 感恩师傅 那这位就是怀疑 呃 怀疑您把光跟他的影子一块剪下来的 应该就是 呃 您说的这位吧 应该是他 所以很多 刚刚今天前面打电话 一对老夫妻 也是菩萨来的 嗯 其实我没告诉他们 我刚刚看图腾了 他们两个都是菩萨 嗯 好的 那就让这位师兄多忏悔 多送小房子吧 最近 忏悔 都回不去了 你这开什么玩笑啊 你赶紧要度人啊 菩萨到人间不度人 你算什么菩萨 你这样给我听啊 是的 师傅 嗯 赶紧 要多度人 多做功德 嗯 然后第三个梦是 呃 师兄梦到佛陀 在成道之前 有十个孩子 梦境中 佛陀的每一位孩子 都有一件法器 师兄A 是其中的一位孩子 他与另外一个佛陀的孩子 有一样的法器 是一件 呃 蓝色的鞭子 这个鞭子 如果使用得当 它会变成一个 发光的蓝色的环 套出什么 什么就会通体 发光发亮 梦境当中 佛陀的另一个孩子 鞭子使得比这位师兄好 然后这位师兄很不服气 一直在练习 然后他周围的侍者 没有人敢靠近这位师兄 因为都很怕他 呃 伤到他们 意念当中 这位师兄的另一个身份 是一位将军 佛陀看到这个场景 一直无奈的摇着头 对这位师兄的脾气性格 呃 表示很无奈 要改变 要变好 画面一转 山后面有一片岩壁 雕刻着大大小小的佛像 佛陀跟他的每一位孩子 都在岩壁上 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休息 佛陀带着一行人 在岩壁上走 路过房间 师兄看到其中的一间房的桌子上 放着两本弟子证 分别是师兄A跟师兄B 两位师兄的弟子证号码是不一样的 梦境中的号码是78跟79 而且呃 这个弟子证比现实生活中的弟子证要大一些 那请师父开示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弟子证放在桌子上啊 对 放在桌子上的 而且比现实生活中要大 也是红色的 闪闪发光的 但是号码跟现实不一样 是78 79 今生 现在这个 他在有一个小的节 你要叫他把这个节化掉 哦 但是两本电子证 就说这两位师兄都有节 对吗 对 那就分别念这个数目的小房子 可以吗 对 哦 感恩师父 感恩您 嗯 那那在前面 他这个鞭子是什么意思 鞭打呀 鞭打实际就是鞭策呀 这还不懂 鞭策 鞭策就是鼓励你呀 但是他一直都使不好 是不是说 如果这位师兄改脾气改毛病 然后他就能使好这个鞭子了 嗯 鞭子不是他的 是佛陀的弟子的 哦 那他就是 因为他自己说 他是这佛陀的十个弟子里面的一辈 嗯 你叫他醒来说话 哦 古时候讲话就 哎呀 你要吸引来说话呀 感恩师父 我明白您什么意思 嗯 然后最后一个梦是 昨天晚上我梦到的 我跟另外一位书兄 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 每一间房好像都有一片农田或者是花园 然后呃 其中的那个客厅 客厅沙发旁边好像是有一片菜园 里面有一排一排的大白菜胡萝卜 然后卧室的床旁边呢 是一片玉米地 那个地里面的玉米 地里面每一株都挂着金色的玉米 然后厕所里面是一片果园 有一排一排的葡萄糖 挂着青色的葡萄 然后藤下面就是一片一片的勾曲 这个勾曲的镜头 他就连着那个厕所的蹲电器 一年当中就是说 我要在那里排便 然后这个便会变成肥料 会找出好的水果 然后呃 然后另外一位师兄呢 我梦中的另外一位师兄 他想把这个房子租出去几间 然后为了吸引人来看房 他就在那个网上贴了广告 说如果谁来看房 我就免费送蔬菜水果给人家 结果就好多人来拿果子 但是他们也来看房 然后来了一个中年的妇女 他把一麻袋洋葱拿走了 我心想怎么还会有洋葱呢 我说你拿就拿吧 反正我也不吃 然后另一位师兄就说 他还要拿一块布 然后要把房间的窗户遮住一半 说这样太阳太强 如果窗户不遮住的话 不利于瓜果的成长 但是我很纳闷 就是说他遮住的那个窗户是下半边 不是上半边 请问师傅这什么意思 光太强是吧 当中前面有一个 有一个到了最后的时候 你刚刚讲了一个问题 特别重要 喂 我在 就我梦到一个女的拿了一袋洋葱走 帮她宵夜 好的 那遮住这个光是什么意思呢 遮住这个光 要看前面 他怎么说的 怎么遮住这个光呢 他说如果不遮住的话 太阳一直这么晒着 不利于瓜果的成长 那就是叫她当心了 叫她当心了 外面环境不好 外环境不好 是不是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外面的气场不是不好 对对对 外环境不好 因为我们这房子附近 刚刚开了一个私立医院 嗯 知道 那我梦见每间房都有一片果园 菜地是什么意思 都有一片果园 后面有什么花 菜地 就每一间房 就卧室旁边是玉米地 然后客厅旁边就是菜园 然后厕所旁边就是果园 嗯 没什么 也没什么 好的 感恩师傅 感恩您 您辛苦了 您照顾好 自己多喝水多休息 好 再见 再见 师傅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 你好师傅 嗯你好 师傅 弟子在这里 向您请安 嗯 请讲 师傅 弟子 师傅 你很累 师傅 没有啊 你会你讲吧 没有 好好 等一下 师傅 弟子 帮同修问 这个问题 弟子是有位同修 他梦见 看到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您在天上 然后呢 观世音菩萨就写了 这位同修的名字 在一个板上 接着这位同修就问师父 那是什么意思 可是师父就叫同修问 自己问观世音菩萨 然后梦就醒了 嗯 orientation 接着这个梦记 嗯 嗯 观世音菩萨写她的名字 这还不懂啊 嗯 说明她过去 一定认识观世音菩萨吧 哦 说明她过去 跟那观世音菩萨修过吗 哦 在一块白的板上面 写她的名字 说明她干净啊 哦 这是 这样子 这还不懂啊 好的,好的,师父 好,师父,感恩师父准备开始 还有就是有位同修 师父就想请问师父 是不是我们是否可以跟不同宗教的信众 就是交谈关于我们学佛的理念 师父,我们是该全身跟南京菩萨启示一下 对方很反感,不许去打扰人家 不要去度,对方非常有兴趣 跟南京菩萨讲一讲 可以去做些介绍,没问题 如果对方没有,千万不要去主动的 就是这个问题了 师父就是前两个礼拜 不是有问到师父一个梦见 就是有位同修 他梦见南京菩萨的脸变红色了 师父说南京菩萨他很不开心 然后这位同修他就想到了 因为之前他有跟他的那个员工 他员工是不同宗教的 家里发生了一些问题 然后因为有些宗教他们就是 我们师父就叫我们说 我们不可以协议嘛 但是有些别的宗教就说 他们就是可以娶多 好几个太太 老婆不用 最好几个太太都不用 都是合法的那种 然后呢,这位同学就是跟他说了 师父,您常常跟我们讲那些法国国法 跟他谈啊 接着就梦见这个梦境 不可以的 他讲是不是因为 每个宗教不一样 他皈依了人家自己的宗教 你就不要去讲了 你会犯贱的 就不要这个 我们尊重其他宗教 你要知道宗教理念不一样 还有文化背景不一样 你说合法的事情都是对的吗 我问你一句话 也不能算对啊 好了 因为法律不停的在改变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五十年代的法律和六十年代一样吗 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一样吗 法律都在改变 所以你说这个合法 对对 是什么叫合法 所以这个就是说 所以他们宗教说 这个是他们合法的 我们所以不加评论 我们就好好的守住我们的戒就好了 哦 哦 是的 师父 对啊 只是 好吧 好的 不要去讲人家 师父再三跟你们说 不要去评论人家 好的 对不对啊 对对师父 莎士比亚曾经讲过 去评论一个你不了解的 任何一件事物和人 你可能会给你带来终生的遗憾 嗯 明白吗 懂了师父 明白了师父 嗯 还有师父就是 这位同修就梦见了 呃 强盗进入他的家 呃 要抢同修的钱 这位同修呢 就说 呃 钱你可以拿 但是请 请你留一点给我 那强盗也是留一点给他 然后呢 这强盗就跑出去了 那次同修的家外 会有很多警察 但这位同修他也没有报警 他先说 钱就给你吧 让你拿去 一些物品都全部给你拿去 请问师父 是被开出这个梦境 这个梦境两种 啊 被人家抢不是一件好事情 梦到被人家抢不是一件好事情 至少他现在在公司里的钱财 或者他自己的钱财要保护好 但是梦境警察 好 是说明有保护 也就是说他的钱财可能 钱财可能是有惊无险 好了 哦 好师父 这最后一个梦境 也是这个情绪上梦境了 他就是刚才梦境那个钱被偷了嘛 接着就连续在梦境 就是他坐得色去一个地方 车呢 一走 就是一边一边走啊 之后呢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等一下 就是那个车刚要往下坡的时候 同修是看见前面 很大很多 就是很有很大很大的地震 地面都破碎了 接着同修呢 就是蛮担心的 可是这个 这个地震呢 却绕过同修 同修他却 毫然没有事情的 那接着同修又再继续做吃 往前走 请师父再次 再次开这个梦 要让心一点 这是玉师的梦 哦 玉师梦嘛 是这位同修 他本身有灾吗 有 可能到一个地方 某一个地方会地震 哦 对啊 师父 我们印度尼西家这边 你们印度尼西家我曾经跟你们预测过的 都全部都准的 我跟你们说 你们要有很多的地震了 最近又有了 嗯 对对对对 你们要靠菩萨的 不求求不求菩萨不行的 嗯 好的师父 我们 师父 感恩师父 你去被开设 问题也问完了 师父 师父我们会好好修的 师父 好 好 就是师父 嗯 请您要要照顾好你的身体 哦 谢谢 嗯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 也是不是修得很好 但是我们很努力的才修好自己 嗯 师父知道 你们很爱师父 嗯 师父都知道 嗯 很感爱你们 对师父 而且你们 而且你们这些地址非常好 嗯 好吧 没 嗯 师父一定要多多休息 照顾好身体 师父 好 我们爱你师父 好 感恩您师父 谢谢您 谢谢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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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 倒计时开始 五 四 三 二 一 喂 哈喽 是财长啊 哎呀 你这个人 真的是 哎呀 财长啊 还打得 打得金来 给财长啊 我原 不算 不算 我假黑了 哈哈 哎财长 嗯 哎财长 你看眼睛 如果一直看出镜 可以看出什么啊 可以看出灵性啊 可以呀 像你这种人 盯着镜子看 你就看出镜 镜子里面 有一个不是你的 哦 可以呀 所以我下次 我就要看出眼睛了 看有没有看出 看出东西出来了 对呀 你看到后来 你不知道 这镜子里是谁了 哦 哦 哦 日白了 哎太太 德行是 书法神 帮我 开掉啊 电话 你说什么 没有 德行 我打厨城的时候 撞掉啊 是书法神 撞掉了啊 对呀 像你这种人 贪心 这么厉害 不停的问 不停的问 胡把神 就把你挂了 我看到了 我跟你说的 你这个人不是像 你自己要问了 就差不多就挂了 对不对 哦 你不信了 哦 胡把神 飞太高了 飞不上了 啊 你不信了 你要是再讲话多 过一会 要把你挂掉了 呵呵 我以为再挂掉了 啊 这个不是 除了没有关系 挂掉了 呵呵 如曾来打啊 好 你还要嘴巴乱讲 哎 不干 呵呵 哎 太短 嗯 哎 太短 啊 讲啊 啊 从图腾要调一下功课 可以吗 啊 他是一九八五人的 牛的 不看图腾 他的功课是大队 都二十七倍 不看图腾 啊 不看图腾 没有 不是图腾啊 他调他的功课啊 调功课 也要看图腾的 啊 也要看图腾啊 啊 你叫他 大伯父心经 礼佛 主要的几遍规定好之后 大伯父 其他的吗 可以 可以配着这么念 哦 嗯 哦 他是大伯父二十四便 心经二十七 礼佛三便 可以啊 小呆四十九 总体四十九 网生四十九 祈佛 祈佛二十一 叠叠斗四十九 他每天练相当小房子 可以啊 可以啊 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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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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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设佛台 要看图腾 还是 有同学他想要设佛台哦 赶快让他设 现在可以问 还是要看图腾 啊 设佛台 你让他设佛台 就好了 有什么要问的啊 哦 他不知道射在哪里哦 射在哪里啊 射在家里干净点的地方 哦 他不会找整地方哦 嗯 好吗 还是台长要不要跟他 行 他一直 一九八八零 龙的 叫他进门的左面 进门的左面 到底的左面 哦 进门的左边 哦 进门的左面 哎 台长 他的房间 他有商店房 如果他来一边来做佛台 设佛台可以吗 可以 新加坡的 可以 是要哪一间房呢 不知道 不要睡房就好 不是 哦 不要睡房 好了 哦 是他们的左边比较好 还是房间比较好 设佛台 房间比较好 房间比较好啊 是哪一间 不要睡房 你再问好了 护法人现在已经要准备挂你电话了 哦 我去问到他断了 台长 哎 还有一个要设佛台 哎 台长 哈哈 1985人 留着他讲 他讲 你要去佛台 他不知道 睡在哪里 可以 台长可以帮他看下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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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窗户边上 哦 窗户边看啊 我叫他屏幕晕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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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台长帮我开出你自己 开出几句 多开开智慧 哦 好吧 好 好了 再见了 智慧不开哦 再见啊 哦 再见 感恩开展 嗯 再见 嗯 喂 你好 喂 师父好 谢谢 给师父请安 谢谢 啊 师父请 凡几个梦 嗯 几个月前 我梦到 啊 我和孩子 去 啊 红法回来的时候 然后 啊 孩子就把书包 放在外面 然后我就去找 从屋的前面 走到后面 是一路走去的时候 那个走廊是 比较比较暗的 然后我去到外面 看到那书包 两个书包里面 有佛书 可是呢 书里面 全部跑出来 是那些小虫 请问师父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好好读书 已经 读书 已经读了偏差了 嗯 哦 OK 嗯 那要 要做什么吗 还要念 这个小孩子 有没有 现实当中 有没有这个孩子啊 啊 有 有两个孩子 啊 那孩子里面 有银色 黄色的书了 哦 OK 嗯 嗯 然后那书里面 又跑出一只老鼠 你要是什么意思呢 脏啊 里面已经有不好东西了 哦 嗯 那 那 那要念 呃 呃 什么 小舟吗 念姐姐舟呀 念往生 念念那个礼佛呀 啊 姐姐礼佛 OK 好的 嗯 那个姐姐四十九遍是吗 好了 去记得自己去念吧 好的 啊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嗯 我梦到烟花 可是呢 烟花它会跑出来 不同的那个 好像形状 有些有鸡啊 或者 啊 有那个 不同的 嗯 形状出来 然后你个人在旁边解释说 啊 你看起来 那个 那个看起来是鸡 然后下个 下个形状 看出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学佛的时候 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走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有护法生在提醒你 嗯哼 你想想和烟花哪有同样形状 你还要看了 就说明百花齐放 叫你好好念经 好了 叫你不要太着急 一步一步走 翻一口一口吃 好了 嗯 好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 师傅 最近 妈妈和居母同时 梦到爸爸 爸爸已经去世了 啊 妈妈梦到 爸爸是穿着 好像家里的衣服 就是背心和短裤 然后 舅母啊 在另外同时 也是梦到爸爸 可是穿着很整齐的衣服 去到她的家 然后啊 叫着的对着她 没说话 只是 呃 叫着对着舅母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过世的亡人回家看是吧 啊 对 啊 那讲都不要讲 小房子还有一张 好了 二十一 我们今天孩子正在给他念 呃 一支公司再念 另外在家 另外在家 好的 二十一张 好了 啊 好 啊 另外师傅还有 还有一个梦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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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梦到师傅 就是 呃 我们 我们在 吃饭 吃到饭 师傅走进来 然后师傅就走到 那我和孩子就在那边 师傅就在 啊 拍着孩子 呃 儿子的后面说 呃 然后 那好像 手就跑到 好像量身 量身的样子 就从 好像从左量到右 然后从上量到下面 然后师傅就说 呃 好 再给他多一点时间就可以了 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梦 呃 给他 嗯 给他加持呀 把我的大衣给他就是加持 这孩子有节了 师傅亲自去给他加持啊 哦 多给他点时间 就是多 嗯 他可能有一个节会走人的 嗯 可是这个梦是很久 在三月的 在三月的时候 梦到了这个梦 那不管呢 你看看你儿子最近有没有节了 哦 小节有没有了 小的 本来应该大节 花小了 哦 哦 ok 因为他他有一两次好像就是 呃 有东西好像会 人家人家在丢那球嘛 对吗 那个球好像那个tennis ball这样子 嗯 他说这么巧 那个球上丢的时候是很用力的 他同学是很用力的把那球丢过去 然后这么巧 他 这么巧 他当时就蹲下来把那鞋带 这样绑一绑 那个球就从他的头上 这样 就差了一根 很很靠近他头那边就这样子冲过 他说那个声音很大 真的浮 应该很很很大力的球 那这样子组过了 现在知道了 那种篮球啊 足球啊 我告诉你 如果踢到脸上 扔到脸上 我告诉你头马上都 脑震荡过去 有多少人啊 嗯 好的 这就是师傅在加持他了 还不懂啊 感恩师傅 感恩 师傅还有另外一个梦 就是最后一个梦 就是妈妈以前 她是 她是卖花的 然后她已经没卖花 已经有二十 二十多年了 可是她每一次都是梦到 她自己还是在卖花 而且生意还很好 每次都去 好像去那个批发商 还是在去偏换 那种那种体体 请问师傅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妈妈本来应该 卖花卖到这么大年纪的 现在提早结束了 哦 只是告诉你 她本来是到这么大年纪 还在卖的 哦 OK OK 没有没有其他的意思 是吗 嗯 嗯 好吗 好的 谢谢你啊 师傅 再见 再见 师傅保证 拜拜 嗯 没声音啊 轻松 打轻电话 怎么没声音 喂 你好 喂 喂 师傅 师傅您好 请您请安师傅 嗯 那个有几个问题 想请教师傅 嗯 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您不是经常说 就是菩萨再来的话 然后他迷失 然后就会被带回去吗 嗯 就是他 能够还 还能够回到他原来的地方 就直接把他带走了 对 那 那为什么就是有的人 他 他好像 就是指的直接上一诗 他是菩萨 然后这一诗他如果做错什么事情 直接把他带走 但是有的人他好像 虽然以前是菩萨 但是已经轮回很多事了 他怎么没给他当时给他带走呢 当时带走带不走 因为他的业障已经超过他做菩萨的比例了 哦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今天到人间来做菩萨 你偷 对不对啊 那你说不定 菩萨把你带走 你会回到天上 忏悔一下 你还能做菩萨 嗯 对不对啊 嗯 如果你抢了 杀人了 你说你还能带回去了 哦 就他一下子就是 做了一个大的业障 一个大业障 让整个菩萨的功 这个这个 我们说的他的果位就没了 嗯 明白了 嗯 那那如果这个人 他就是轮回轮回 然后他后来又开始修了 然后他修到他原来果位的时候 是不是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 菩萨又有可能把他带走啊 一样 还是有可能的 很难 超像这种 重新再修到菩萨果位 不知道多少事呢 没有 没有五百事 根本根本修不成的 啊 五百事 嗯 开玩笑 五百事那不对五千年呢 师傅 对啊 哦 这样子啊 嗯 那好吧 那师傅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 嗯 有的时候我们就 呃 生活中经历这些事情 或者是通过看书也好 或者是做梦也好 然后就会有一些呃 悟到一些东西 或者是 或者是会思考吧 然后有一些结果出来 那怎么来区分这个是自己在证悟一些东西 还是在瞎想啊 这个就是修行最难的地方 你正心正念 心中平时都是正的人 嗯 你就叫正悟 你因为你有正确的判断力 嗯 你整天是邪思邪念 你说你怎么有正确的判断力啊 哦 嗯 那这还挺不好区分的是吧 对啊 要有智慧啊 没有智慧 所以坏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 嗯 对不对啊 对 我上次看了一个 人家 人家调侃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啊 嗯 那有一个 很著名的人说了 我都不知道 我很感谢你妈妈 啊 他要说这个人坏人吗 他说很感谢你妈妈 我都不知道你妈妈在没有警察的帮助下 怎么能够把你养大的 结果那个人也是很厉害 他就说 因为坏人 他自己永远不会认为他自己是坏人 哦 所以这样句话你就从中可以知道一些意义了 因为他坏人他以为他是好人 小偷他觉得你们这么富有 为什么我不能偷啊 嗯 你让我饿死啊 嗯 他有道理啊 对不对啊 嗯 啊 那么这样 嗯 那师父对于我们一般来讲 那就是 嗯 有的时候是正心正念 有的时候又学思学念 就是要不断的正心正念 天天学 天天看 跟法师一样 除了吃饭就是念经 除了念经就是看白话佛法 好好懂道理 嗯 就这么道歉单 好 好的 谢谢师父 嗯 师父那个您 哦 您那个在白话佛法里面 有第八册我记得是 就是您说啊 学会正果 就是你们要学会正果 说每个人正果的时间都不同 嗯 那个要正果就是要验证 证实我们所受的果报 就这句话 就这句话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想了半天 我觉得里面意义特别深 您您能说两句吗 我想了半天 但是又想不太清楚 证果 啊 验证 对不对啊 你自己 嗯 所做的果 是正的 还是邪的 嗯 还是偏的 啊 这个全部都要验证 明白吗 这是第一个 嗯 你第二句话是什么 嗯 就是说您说我们每个人正果的时间都不同 要学会正果 啊 就是要验证 都不同吗 就是看的呀 小时候我们认为一件事情是对的 嗯 你觉得正果了 对不对啊 那你大起来你会对这个师父有改变吗 嗯 时间一样不了 对不对 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啊 小时候耍赖皮 没关系的 哦 妈妈说哎呦 没关系 你大起来到了单位里去耍赖皮 不要不要开除了 嗯 你 你每个时段的正果 正物都不一样的 你开悟的时间不一样 你得到的正物的时间也不一样 明白吗 嗯 嗯 有一点明白了 嗯 还得再想想 哈哈 谢谢师父 那个师父那就是要学会正果的话 就是要经常能够关照自己内心在想些什么 对啊 你比方说经常师父不是已经教你们吗 你要正果的话 哎我这个动作像不像菩萨啊 嗯 菩萨会不会这么做啊 不会的 那就不做 嗯 菩萨会骂人吗 不会 嗯 菩萨会跟人家生气吗 斗气吗 你比方说开汽车 人家爱你喇叭 你爱人家喇叭 菩萨会不会啊 不会 那你就不爱了 不就正果了吗 嗯 谢谢师父 那师父您说就是 那如果我们要经常去 呃 关照自己的内心在想些什么 我们在做些什么的时候 哈 那个我看佛陀的故事里面 就佛陀曾经那个时候让他的弟子呢 就是去修四念 四念柱 让让他们又要有专注力 然后做一件事情 那那个嗯 后来我看您的白号佛法里面啊 有好像是第十册吧 呃 有写就是说我们不要去 经常去啊 去去想你 这个是开心了 那个是不开心了 这个事是对的了 还是怎么样 去就不要去过多的去想 那这个是不是在修行不同的阶段的时候 呃 最后不想了 还是要一开始 要要想要明白 然后最后才能达到那个阶段是吧 对啊 就是这样啊 那师父您说我们现在如果要是经常的去 也不能说是去修四念柱了 就是会经常去想这些 你至少要自心不动啊 啊 你自心不动才能如如不动啊 对不对啊 嗯 你自己要想啊 这个世界上 对不对啊 嗯 一切因缘都会变成因果 我今天如如不动 对不对啊 嗯 因为我有啊 定力 我有没有欲望 那境界就不一样了 是这个概念 嗯 嗯 嗯 好的师父 谢谢师父 我明白了 嗯 嗯 师父我想问一下啊 那个同 上一次我们联谊会的时候 有个同修 他为他女儿念经 然后他就是背叶都念不动经了 然后他礼佛原来七遍 后来转成三遍了 您说他不应该转变成三遍哈 应该你就是多念礼佛 他那个时候就经文你就念不动 小堂子全都念不动了 那这个时候礼佛如果念上去的话 嗯 会 会 会怎么样呢 为什么要要反而要多念礼佛呢 我问你一句话 哦 对不对啊 嗯 每个一个人生病了 为什么要多打针啊 嗯 病得重呗 好了 那 哎呀 这么痛 这么痛 为什么还要叫我打针啊 那师父 他念不动小房子了 念礼佛会 会让他更 更难受吗 不会的 不会的哈 他就是 小房子念了 拼命的还 但是他没有一个 诚心诚意去还 只是来 哦 还 还支 没有还质量 还数量 明白 人家就不卖你账 那这个是属于个案啊 应该是属于个案 是属于个案是吗 哦 明白 你把人家压死了 你就拼命凑钱还人家钱 人家要你跪在那里磕头 人家要你低下头来说 你错了 明白明白 明白 就是没有忏悔心 啊 没有忏悔心 明白了 嗯 那师父就说到这个 礼佛的事情 就礼佛大忏悔文啊 就是我感觉 这个礼佛大忏悔文 他 他好像一方面啊 他可以就是直接清洗 就是清洗业障 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是能够让我们开悟啊 就是能够悟到自己 是错在哪里啊 完全正确 因为当你消除业障了 你干净的本性显露呀 嗯 这还不懂啊 那师父啊 如果就是说 呃 我们家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啊 就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了 然后我们就这样狂念礼佛 然后慢慢清洗一下 然后就呃 有一点开悟啊 能够想明白了 就他两个目的都达到了 但有的时候啊 我们一下子我们就明白 我们没念礼佛 我们就明白自己错在哪了 就开悟了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开悟了 那这个时候礼佛 他的变数是可以相应减少的吗 是的 是可以的 实际上念礼佛的话 就是要你开悟呀 因为你忏悔了之后 你就不会失误了 忏悔之后 你会慢慢懂得这个道理 你当然了 你懂了之后 老师说懂了 懂了吗 就不要了 好了 比方说罚你 一样的呀 罚到后来 你说我懂了 老师说好了 不罚了 就这样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真的是要明白 而不是机械的去求多 念多少遍 现在的人念经都是 哎呀 你看看我现在听的最多的是什么话 你听得懂 哎呀 生病了 哎呀 撒出来癌症了 哎呀 卢太长啊 念多少遍小房子 然后我们就放多少条鱼啊 你为什么早点不好好弄啊 你非要等到肾癌症才来找我啊 嗯 哎呀 明白了吗 好了 明白 师傅 好了 师傅那个 我我我那个问一个 问一个梦 快点了 没时间了 对不起 对不起师傅 那个同修有梦见 他关于关于堂的一个师兄和您一起到他的家中 然后送给他三枚硬币 嗯 他打开了第一枚硬币 硬币上面有手印 那个手印呢 是可以变换出很多手印的 虽然是一个 但是可以变换出很多很多的手印出来 然后他 嗯 但是这个同修跟他说呢 要他交25块钱 说每个同修都要交25块钱 什么意思啊 变手印啊 什么手印啊 不知道就是 就是 就是 人的 人的手印还是 手印 人的手印 人的手印 人的手印子是吧 嗯 对对 印子 对 不是那种菩萨的手印 嗯 我不知道 他说就是那个手印 好像就是被摁进去了 能看出来那个手指 都会动的 那是那种手印 好了 他的钱已经有人拿走了 嗯 他的钱 什么钱啊 就是他的小房子 已经被人家拿走了 重新念 哦 好了 哦那就是师傅去加持他了 嗯 嗯 好了 明白了 嗯 好的 好那我下次再玩 谢谢师傅 师傅到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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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众朋友们 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